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 培寧教數學 多花一題的時間 把四種算法再讓大家更熟悉一點 我們上集用這個絕對值x加1乘 等於絕對值x減3 示範就是說如果我以圖解 那你看我們是不是很快就找到答案呢 而且它是正確的 它是正確的 好 如果我用階段性結論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 直接加字正負號這樣 它要怎麼做 它其實也是有一個可以用的做法 當你發現絕對值a會等於絕對值b的話 a其實會等於正負b 就是說你絕對值拿掉加正負號的這個動作呢 只需要加在一側而已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你不能只有加這個正負3 它是把整個x加3都要 刮起來正負 這樣的意思啦 所以說 x加1其實會變成 正負的刮號x減3 這樣子 那所以它有可能會是x減3或者負的x減3 如果它等於x 減3 如果x加1會等於減3的話你會得到一個結論是1會等於負3 那這個當然就是 不合力 不成立 那如果它會是這個 等於負x加3的話 你就會得到1項 會得到2x等於2 所以x等於2 那所以答案是 OK嗎 我們來看一下 分析法 分析法 我們怎麼去 在不止一個絕對值的情況下使用分析法呢 要跟大家講這一點 那這個 簡單來說就是你每一個絕對值都要討論到 也就是說這個絕對值裡面 是正的還是負的呢 如果是正的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拆掉 負的話就要加一個負號 拆掉加一個負號 這個絕對值的裡面是正的還是負的呢 如果我已經知道x減3是正的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絕對值拿掉 如果我假設它一定是負的 那我就怎麼樣 拿掉加一個負號 變負x減3 但是就是說 這樣子一來你就會有四種 要討論 正正正負負正和負負 對不對 然而 しかし 這個我們並不需要寫四個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一些會不合理 一條束線上呢 它被我們這裡 你決定這個絕對值裡面是正的還是負的 是靠 x有沒有比負1大嗎 因為它等於0的時候是負1嘛 x負1 這個等於0的時候x是正3嘛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之後會叫它折點 因為我們後面會帶大家畫它的圖形 它會是折線 所以這個是它的轉折點 就是說我們的折點是負1跟3 就好像我們在束線上 點這個負1跟3 這樣 因為我們的折點是負1跟3 所以它其實會被負1跟3 把這條束線分成 三段 大於3 介於負1跟3和小於負1 那我們剛剛說我們會討論4種 正正正負負正和負負 而這裡卻只有三段要討論而已 那不是說少一段 而是怎麼樣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少討論一段呢 因為其實不存在 加1是負的可是 減3會是正的 這種x 就是說 如果x加1是負的 所以x小於負1的話 那它怎麼可能同時還會大於3呢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實際上只有三個 那我們後面會看到有那種 三個絕對值的 也是一樣 按理說你三個絕對值要討論 正正正正負 正負正負 還負正正負 正負負 正負負 8種 可是不需要 因為一條束線 被三個點分成4段 其實你只需要討論4段了 也就是說那8種裡面有4種是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在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呢 按照最基本的原理 其實我們是要討論 這些絕對值到底誰正誰負 最基本的原理是這樣 可是你會看到老師的操作都不是這樣 他會把折點找出來之後 看切幾段就討論這幾段 這樣可以嗎 好的 我們開始討論 如果 x比3大 如果x比3大的話 那它就會有一個現象 他-3也是正的 他 加1也是正的 這個道理很簡單 就是說比你右邊的話 他在你這個括號是正的 在這個括號也是正的 只要你前面的x都調整成 係數是正的 那我這個 在你的右側 就會-3也正 加1也正 如果我在中間的話 他變成說 小於3大於負1 是 -3也負 加1也負 那我知道有一些學生 在這個部分 他可能會 要想 一下 那 我會希望你們呢 可以想一下 可是 不要 依賴代數字 去讓自己 理解 就是說 一個比3小的數 -3是負的 然後他 比正 他比負1大嘛 他比負1大 所以他加1會是正的 你可以想一下 可是不要說 比3小 那所以我看2好了 因為習慣帶數字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 你很容易會跳過小數 跳過分數 因為我們都帶整數嘛 那這樣子很容易把 大於3 想成是4開始 可是這個完全就不是同一件事情 大於3不見得是從4開始 這是第1點 第2點 習慣去挑一個數字來感受他誰比誰大 很容易把一個問題想得更多層 那你會導致你遇到一個問題想更久 就是說你等於在訓練自己 卡住自己 的思考 所以說讓自己習慣 但是 要用這個 去 去直接使用 分這三段 這一段的話 是直接大於這兩個 這一段會 小於這個的 大於這個的 如果是在這一段會 如果x小於負1的話 那他加1也是負的 因為不夠加嘛 然後他-3當然又一定也是負的 OK 所以說呢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寫啦 如果比3大的話 是 這兩個都拆掉都取留正的 x加1等於x-3 然後 得到1等於負3 如果介於這個 1和負3之間 那是讓-3是負的加1是正的 所以會變成 x加1 x加1會等於 負x加3 那這樣子就會得到2x等於2 或者 如果 x其實比負1小 那麼兩個絕對值都拆掉都要加負號 你就會得到負x-1會等於負x加3 所以 負1會等於正3 這個也不 無解 所以最後答案是這個 OK 那假如 我們去解他的這個同平方的答案啦 會怎麼樣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會得到的是 只是 x加1 的平方 等於x-3的平方 我們把它拆開來 於是會變成是 x平方 可以消掉 然後 畫這個 把這個搬到左邊去 所以是8x 等於8 這樣解也可以 這樣解 那麼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畫這個 絕對值的圖形啦 那這個 其實我們這個圖形在前面 平方然後開根號的那個 主題有討論過了 所以其實 你們應該都了解大概的流程是什麼 而且他其實整個做起來會跟我們前面用分析法討論絕對值是 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做得很快 那真的有看不懂的話再按暫停 或者是帶回去重看一次 所以今天討論這個圖形的話呢 我們會按照他裡面等於0的時候 x是-3 和這個等於0的時候x是2分之3 形成兩個就是我們講折點 兩個折點 我們就去按照他分析 x小於 -3 這樣子的話 這兩個絕對值都拿掉的話 加負號 所以 Y會等於 -x-3 -2x加3 也就是Y會等於 負的 3x 然後 如果 x是-3 到 這個 2分之3之間 Y會等於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束線上 大過3分之3的是讓他們兩個都正 那介於中間的是讓這個負 但是這個會正 就讓他右側的負 讓他左側的繼續保持正 所以這樣子一來呢 介於中間的話會 這個是正的拆掉直接加 直接寫 然後這個負的 拆掉加負 -2x 再加 3 也就是負x加6 或者x大於 2分之3 這兩個都直接拆掉 這樣子 於是去畫這個圖 然後畫Y等於3x 非常的抖 Y等於-3x 然後中間這一條 Y會等於-x加6 就是x加y等於6 它是45度的 那我們在前面 就是我講那個 平方在開根號的圖形的那一集 有提到過 你如果去連例這兩條 就是Y等於-3x 和Y等於-x加6 你會解出來的 那個x值會剛好就是-3 就是說 -3這一點可以同時讓 因為你有沒有看到 我這裡有 小於等於-3 你這裡也有等於-3 就是說-3這一點 不是因為我這裡寫的才這樣 而是說 這個圖形討論出來就是這樣 它在折點的部分會同時讓這兩個點都成立 所以我們才可以兩邊都加等號 那也因此呢 同時讓它們成立就會是它這兩個圖形的 焦點的位置 也就是你連例出來的解 同時讓兩條方程式都成立 所以這個點會是x帶-3進去 然後y會是9 所以 這個位置會是-3 9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它的這個x等於2分之3 所以x是2分之3的時候呢 會同時讓這兩條都成立 那這個時候y是2分之9 最後的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x大於2分之3的時候 它是走 y等於3x這一條 可是當它開始 小於2分之3之後 就會改走 y等於-x加6這一條 然後當它 這個小於-3的時候就會改走 y等於3x這條 所以是一個折線啦 是一個折線 就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可以嗎 這樣講的有點倉促呢 如果你覺得不過癮的話 我們還有一題這個 看起來比較複雜的 一樣喔 你可以按個暫停自己先做 然後我就 先干為敬啦 這個 那個 那一樣喔 你會發現喔 這兩個連立的話 他們的焦點是40啦 就剛好是 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的焦點 40 所以大於4的時候走這一條 然後開始小於4都改走這一條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的焦點在這個 他們的 2分之3這裡 所以走到2分之3的時候呢 它是 Y是2分之5 改走這一條 然後他們兩個的焦點在-2-8 這是-2-8 所以走到-2-8的時候呢 改走這一條 所以它有4折 可以嗎 可以嗎 走 走